快点 过来救我 你们 你们 姑娘 其实我一直爱的人都是你姐 念念 只要你拿到四十集团十个亿的合作方案就结婚 好不好 所以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文艺 你一直都是为了利用我 你这个丑老婆 我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我跟你交缠 只是为了骗取四十集团十个亿的合作方案 哎呀 我的好妹妹 多亏了你 故事已经死了 现在是我的了 忘了告诉你 我俩今天来啊 是来送你最后一程 哦 对了 为了怕你一个人在下面孤单 我帮你约了 思念姐啊 不用谢我 用别了 妹子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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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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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你真的太傻了 你是说 送我去精神病院的人不是四叶绝 不是三爷 瘟疫他们才是坏人 你要找到三哥也是三爷 所以我一直错怪了四叶绝 你 念念 你没事吧 四叶绝 你怎么过来了 你放心 我一直陪着你的 我相信 你 四 四叶绝 四叶绝 你快醒醒 四叶绝 四叶绝 你不该来这里的 王妍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四叶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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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让他害我出车祸 让我顿腿 让我眼下的人不是你 四叶绝 四叶绝 你要请我一个解释 你快醒醒 王妍 来生 三哥还会再喜欢你 我爱你 四叶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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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норм胜 这里是在 我 这睡衣不是我的 这不是小说里的姑娘了 我穿书了 穿成小说里五年前的女床姑娘 我腿好了 我都能 眼睛康复了 我 我活到了小说世界里 小姐 顾小姐 你可算是醒了 四少在楼下都站了三天 被懒也打了好久 外面下着大雨 你再不去 恐怕少爷 我最喜欢的小说男主还活着 这一时我一定要护他周全 阿菊 打 你宠的女人 为了别的男人 让私家损失十个亿 十个亿算什么 阿念 阿念是我的命 你个臭逆子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尽少把姑娘捎紧阿菊 第二 请卓雅 我就原谅姑娘 谁都不能动姑娘 我也不会去卓雅的 打 阿菊 姑娘 你还活着 他腿好了 别打他 四叶菊 别打了 你还干什么 快回去 老曹 继续打 四叶菊 我要让你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姑娘 你打四叶菊多少下 不不不 不知道 不知道 大大你早知道了 姑娘 别打了 快回去 来人 让我乱棍打残他 谁也不要动他 谁动姑娘 不要谁的命 谁动姑娘 不要谁的命 我是你爷爷 谁都不行 以后 谁要是动死业菊 不然要谁死 你非姑娘 不可吗 非他不可 这一年之内 不准许你结婚 我允许公开你俩的秘密 这样 我可以饶了你 我就同意你们 好 一年时间 这小说我全看完了 我一定可以利用一年时间改变截止 让他不够 不够十个亿 这样我就饶你 不然 不过来 我家家家婆人亡 取消你的 继承资格 走 嗨 芽芽 送他后来去 那你呢 还有十二小时 你说过 赞晚三天三夜 你就三天安分 不闯磨自己 五年前 小淑女主为了逃跑 故意为难四夜卷 只要四夜卷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 站三天三夜 我就乖巧三天 她真的照做了 后来险些死掉 这一次 我绝不能再让悲剧发生了 阿卷 我们不站了 我以后都乖乖听话 待在你身边 我们一起进去吧 你干什么 别以为这样做 我就能放你走 我是不会放弃的 四夜卷 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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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夜卷 多怪我的为难 你放心 这十个亿 我怎么送出去的 我就怎么拿回来 没关系 这十个亿 不用你管 你别走 我害怕打雷 我要你陪我睡 你要是不陪我睡 我让他陪我睡 出去 我 我 今晚顾小姐真奇怪 这要换以前 得往三夜身上砸东西 骂三夜 今天怎么呼气三夜了 你故意逃好 是为了想逃走 对不对 你不喜欢我逃好 你不 不行 那这样呢 逃好是为了逃跑是吧 还是不行 这这这 姑娘 姑娘 你越是这样做 我越不会放你走的 那就远都不要放开 阿隽 阿隽 再信我一次 好不好 好 阿隽 温逸 到夜色KTV来 我在这儿等你 好 小说里 女主被温逸送给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还被拍了照片 小可爱 区区一千万 那个瘟疫就把你卖给了我 放心 今晚上 我一定让你醒 去死 就是这个玩意 朱说 你 你 谁啊 你 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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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呀 温逸 书中你害女主误会 是四叶局设的卷 这一次 我要让你自逃苦苦 给你们一个新闻 与顾家有婚约的温家三少女 在黄亭酒店开房 阿芷 天亮之前 我一定会回来 等我 果然 姑娘 你哄我 就是为了趁机离开我 阿念出去了 跟着她 顺着她 阿念 你说最后醒一次 但愿 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这样 那姑娘 是不是不太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 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还是个丑八怪 王总能看上她 是她的福气 阿姨 明天真的会跟她退婚吗 当然 等我拿到照片 我不仅要跟她退婚 还要让她申败名令 到时候 整个顾家 就是我们的了 你打个电话 叫人去夜色酒吧六零六 把里面的人给我揍一顿 好 顾小姐 她们出来了 你现在就去告诉狗仔 不管我一出多少钱 照片都不能买 直接上传 文艺不是她的未婚夫吗 之前还为她要死要活 今天下手这么汗 你 真的要搞她吗 你下去吧 这留给我 我亲自去接这对狗男女 温先生 温先生 看这里 您回答一下吧 温先生 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您跟我们小姐有什么关系 温先生 等一下 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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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温先生 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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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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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应该在夜色KTV吗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酒店开房 还被狗仔抓到 念念 你听我解释 我怎么问 不需要听你解释 周飞飞 书中你极力扮演一个好姐姐 越是在掩饰你的内心 有多么的虚伪 没事吧 大半夜的 你发什么神经 带我们来什么鬼地方 我要回家 没事 回家 你放手 看你姐你放手 文言 放开我 文言 文言 妈妈 我带她来给你赎罪了 刚才那三个响头 是你替你妈说的 回去告诉你妈 她以前的事 我会加倍奉还 还有 你以后少惹我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文言 古念 菲菲可是你姐 你就这么打她 你是人吗 你心疼呀 现在还没拿到 顾念的股份 我不能表现出 对她的厌恶 她是你姐 我只是在帮她 我最爱的人是你 最爱的人是我 你爱我 你还跟她去酒店开房 被狗仔队抓到 念念 我跟你姐 就是一个误会 你相信我 我最爱的人是你 别闹了 赶快带我们回去吧 对了 你不是应该在 夜色KTV吗 那不是两千万的合作 而且还能顺理成章 跟顾念退婚 你把她衣服扒了 我一会儿就去夜色 不行 要不你扒了周飞飞 要不然 我让他们俩扒了你们俩 顾念 你要是再这么 无理学闹下去 我会讨厌你的 我 上 等等 爸 我去爸 你干嘛 干嘛 万一你干嘛 你干嘛 万一你干嘛 你放 放开我 这 你别动 又不是没被老子扒过 在这装什么装 你火车 放开我 废废 总会被别人拔枪了 你放心 只要她去了夜色KTV 我就能拿到那两千万的订单 还能拿到她作为小三的证据 这样 顾念 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了 我明天就能跟她退婚了 年年 你看到我对你的真心了吗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把她也扒了 衣服拿走 你 顾念 你告诉你个丑八官 你给我提鞋 都不配 你 干 阿姨 你干 放开我 回家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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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零零我嘛 别走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放你走 不走不走 阿姨 阿姨 高收了 快叫秦医生过来 什么意思 温家三少与小花蛋周飞飞 昨夜私会 婚姻太渣了 都跟顾小姐订婚了 竟然还出去开房 小花蛋周飞飞 连自己未来妹夫都勾引 早就听说顾小姐 是乡下来的村姑 长得七丑无比 还没什么文化 谁敢说 顾念丑 顾你吃你家大米了 没文化 关你屁事 哪个在说顾念丑 等小姨我二十四小时 陪你怼 小说中 女主的小哥 会救女主而死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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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叫我一声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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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中你为救女主而死 这次 我一定不会让这件事再发生 哎呀 小爷 都五个小时了 天都亮了 你嘴不累 手不疼吗 你先睡吧 我玩会儿 哎呦 小爷 你可是演员 是歌手 还有 你不要忘记了 咱俩的黑料 还少吗 再少点行不行 我这不还没糊弄呢 不差这一点 呦呦 哎 他扒你黑料 都说你抄袭的事情了 哦 我好不容易给你 瞟的白白的 你这又好 糊糊的了 你还这么帮他 只要念念开心就好 哼哼 哼 你说嫁我就嫁我 等等 我顾小爷不要面子嘛 我肯定不能通过啊 小哥 同意吗 哎哎 哎 哎 怎么了 哎 我跟你说大事 他嫁我 好我小哥了 那 那我可是要通过了啊 哈哈 早念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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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摸 你摔了 哎 哎 你忘记早安稳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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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真没接过吻吗 昨天晚上 不会是你的初吻吧 嗯 昨晚也是我的初吻 他没被 他没被瘟疫亲过 你身上 只能有我的味道 喂 姑娘 看你做的好事 你把你结给毁了 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飞飞就改姓库 她才是顾家的大小姐 我们都是会宣布 飞飞 才是瘟疫的未婚妻 而你才是抢了你姐夫的 小三 当初你让顾念跟温逸订婚的是你们 现在临时更改订婚对象的还是你 怎么现在顾念倒成小三了 一个乡下村姑 你需要什么名声 你能跟人家比吗 我不同意 中飞飞她就不姓顾 告诉你 明天十点 我们在温家举行订婚宴 你必须赶到 温逸的订婚宴 真是我报仇杀人的好时机 所以昨晚和早上的讨好 不过是为了回去跟温逸订婚 不许去 阿隽 你就让人家去嘛 我告诉你 你要敢去温家的订婚宴 我就叫人炮轰了温家 我是去退婚的 又不是订婚的 退婚 只要退婚了 我才能明正言顺的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去好不好 好不好 老公 你让我去嘛 老公 他刚叫我老公 那 去吧 不过就这一次 跟你说可多少遍了 要收敛要收敛 结果呢 去酒店开房 还被狗仔跟拍 被报到网上 你说你们真是 哎呀 这又不是温逸的错 还不是因为那个顾念 这个乡野村姑 齐成无比 少得台面的东西 昨晚 肯定是他搞的事 对呀爸 这明明都是顾念的错 那视频肯定也是他上转上去的 你也不能只骂我一个人啊 你们怎么样我不管 但是我儿子 瘟疫的脸面 必须要维护 这件事情 那个顾念 一定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你们放心好了 顾念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从今之后 他就净身出户 再也不会纠缠瘟疫 好了好了 定婚宴已经开始了 我们先去招待宾客 温喳喳 期待你待会儿看到我的真实容颜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来 好久不见 真是好久没见 对对对 来来来 周兄 进去如何 你看 温先生 温太太 请接受一下 温总 可以接受一下 今天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和菲菲的订婚宴 各位记者 有什么想提问的 今天 我一定知悟不言 温少 关于昨晚 您与周小姐的头条新闻 您怎么看呢 这个嘛 其实是个误会 我要订婚的对象 一直都是菲菲 至于顾小姐嘛 她对我呀 是单向的爱慕 所以啊 有些纠缠罢了 对对对 这个我解释一下啊 菲菲早就改姓顾了 她才是顾家的大小姐 和温少订婚 一直是菲菲 而不是顾念 大家误会了 误会了啊 各位 顾念是我的妹妹 她从小就一直暗恋瘟疫 所以是犯错 才会传出 瘟疫是她未婚夫的谣言 所以现在是误会 恭喜顾念退婚瘟疫 说一声恭喜 红包见之又愤 恭喜顾念退婚瘟疫 说一声恭喜 红包见之又愤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这谁 我退婚呢 你看 怎么打成黑白照片了 这怎么回事 怎么这样 对啊 黑白照片 瘟疫像什么样 今天 不是 瘟疫和周飞飞的定婚宴吗 就是啊 这瘟疫 兄弟和谁定婚了 不知道 好好地定婚宴 成了一场闹剧 怎么搞的 这都派成送葬的了 我也很好奇 顾念到底有多丑 这么多年 能有一张照片流露 肯定超级丑 不然顾家那么有钱 温家也不至于联姻一个 圣门女婿的私生女 嗯 顾念 顾念 让开 顾念 你敢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温先生 这是把我认成谁了呀 我刚刚 说的不是你 说的是顾念 一个想想来的丑八怪 别介意啊 美女 这个是我的名片 以后啊 咱可以单约 今天的事呢 就是个误会 以后慢慢给你解释 我先去找那个 丑八怪算账 别看了 别看了 什么事 不知道 不知道 顾蓝 原来 爸还记得我妈呢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午夜梦回 厉鬼锁命 顾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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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丑女 你再不滚出来 我让你躺着出去 她就是你口中的丑女 你是顾念 对 她要是顾念的话 我给大家表演吃屎 顾念都丑成什么样了 你可别侮辱了 我面前的这个大美人 温先生今天 要表演吃屎啊 你真的是顾念 你绝对不敢 顾念明明是个丑八怪 怎么可能是你 你肯定是假的 她是顾念 没错 跟她妈年轻是一样 我就说嘛 顾蓝号称是天下第一美女 怎么可能会生出个丑八怪 你还不知道是谁 居然造谣 说顾念是丑女 好啊顾念 你竟敢骗我 害老子白白恶心了那么久 顾念 妹妹 你去哪儿找的化妆师啊 竟把你逆袭成一个大美人 原来是画成画的呀 我就说呢 一个丑女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变成个大美人呢 大家是有卸妆水吗 我有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我出门从来不化妆的 自己的妆浓得跟刷白漆似的 还好意思说别人 曾经也是排名第一美女的周飞飞 在国内相比 连一颗毛孔都算不上 妹妹 你今天盛装打扮 来我的订婚宴 该不会 是想来抢婚吧 不 我是来送礼的 这是什么意思 送给这对狗男女 姑娘 姑娘 谁啊 你在干什么 这么做好玩是吗 干嘛呀 都别看了 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非得把瘟疫抢走 你才满意吗 第二个礼物 第二个礼物 这写什么 这 这怎么回事 这种事 这种事 我祝你们渣男跟贱女 天长地久 这 妄逆 我要杀了你 保安 保安 还保安了 还保安了 把这个疯女人 给我扔出去 要大老吩咐 要让顾小姐在这里 为所欲为 姑娘 从一开始 和温宜订婚的 就是菲菲 不是你 你今天就算是闹翻了天 温宜也不可能和你订婚 念念 就算爸爸亏欠你 你也不能抢你姐姐的未婚夫吗 姑娘 你做不成小三 还要做夫妇 我们温家的订婚对象 从来就不是你 既然你们都这么肯定 那我就不得不拿出证据了 静静会牵住户口盖新贡 以后他才是无家大矫情 我也会宣布 静静才是文宜的订婚对象 而你才是强姐夫的小三 小三 竟然 我私生你当场吗 亲生 我这种事 那样的父亲 还真正生贤贴呢 我说你 姑娘这么一个大美女 却被谣传成一个无敌仇 你这么多好看 原来是小坏 他们明射啊 你闭嘴 你还录音 还录音 不留下证据 怎么向大家证明 你们这样虚伪的面孔 不见 你抢了妹妹的老公 给个说法 我跟文艺从小就认识 如果你不出现 今天订婚对象 本来就是我 说到底 你才是那个小三 打我 打你就打 还要分场合啊 周飞飞 你要渣男我送你 但是你想改姓姓顾 不可能 你不配姓顾 爸爸 这是你姐姐 一个混账 你要是再敢帮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大姨面亲 小三的下场 就应该是 扒光了扔在街上 我已经手下灵情 犯了 犯了 今天谁要是把 这个风雨人给我抓住 我就悬赏现金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 给我上 上 打起来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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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你不要 不要过来啊 你 不管怎么说 我们家瘟疫 是不会跟你订婚的 就算你这样玩 欲亲故纵 那是白费力气 抱歉 我对你的宝贝儿子 没兴趣 我来退婚的 退婚 麻烦你把我妈的 订婚骨借还我 姑娘 这件事 你尽管说 你是想解释 是周飞飞勾引的你 我 还是我看错了 别拿你那 亲过垃圾的嘴 来跟我解释 恶心 姑娘 别给两不要理 你做这些事情 无非就是欲亲不纵 你退为进 想要引起我 对你的注意 你 闭嘴 戒指戒指 退了婚 姑娘跟我们温家 可就没有半天关系了 你们给我记住 是我顾念 退婚的你温义 顾念 除了我眼瞎 要跟你订婚 其他谁能开上你 我告诉你 除了小宁 其他没有人敢娶你 你就回去 做你的老村姑吧 那真是不好意思的 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 思夜绝 会娶我的 这谁人不知道 思夜绝 不计人色 想靠近他 下场都不会太好的 姑娘这是有多想不开啊 说什么大话不好 非得吹三爷这种牛 传闻三爷不喜欢女人 有个女人想供应他 把酒撒在了他的西装上 结果被三爷爆了黑料 直接就送进了警察局 对对对 我还听说啊 有哪个女人 要是敢碰一下三爷的衣服 可是要断一根手指啊 婚 我退完了 你们可以订婚 各位 凡是今天恭喜我姑娘退婚的 都能跟故事集团 或者私事集团合作 真以为这私事集团是你家的呀 你说合作就能合作 现在 这说大话是不花钱吧 各位 现在应该收到短信了吧 私事集团发出通告 三天内恭喜姑娘退婚瘟疫 有机会和私事集团谈合作 天哪 跟私事集团合作 这可比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还低啊 是啊 恭喜恭喜 感谢温诈男退婚 恭喜姑娘退婚 温义 恭喜啊 被退婚了 恭喜恭喜 你 这 阿爵 今天我终于自由了 欧阳 封锁全城 把姑娘给我找回来 是 三爷 阿爵 你还是想离开我 阿爵 我跟温义退婚了 我俩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欧阳回来 嗯 不用找了 看来是我误会阿娘 哎 念念 阿爵 阿爵 快快快 喝衣服才要了啊 好啊 我说怎么不接我电话 原来在跟秦医生鬼混呢 哎 不是不是 姑娘 你别误会啊 你别多想了 我 我是喜欢女人 再说我是给三爷上药呢 除了后背 别的地方我来上啊 等我 好 知道了 三爷 你还是多提防点吧 我觉得 姑娘 这次费尽心思的讨好 那 说不定事情要有您的命呢 那又怎么样 她开心就好 我可是听说 她去婚礼了 我拿我的兴取相发誓 她现在 肯定和那个瘟疫 亲亲吻我 说不定啊 还怎么密毛 就怎么 哎 哎呦 哎 啊 你再敢说 姑娘一句坏话 我叫你好看 我敢打赌 她不会回来的 我要是输了 我这辈子 我都对她毕恭毕敬的 啊 难道阿爵在骗我 不可能啊 看起来三爷这鞭子白矮了 真不知道姑娘的丑八怪 给三爷下了什么迷魂药 三爷是中口味 女儿还算不懂你 不知道 哎 第三爷 莫爱三秒 三爷 顾小姐真的回婚了 阿姐 我跟瘟疫退婚了 我妈留给我的戒指 不要回来了 三爷什么时候开窍了 找了这么大个美女回来 终于把姑娘 那个丑麻怪给甩了 干什么呀 远你出劲了 别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姑娘她本来就是个丑八怪 她就是顾小姐 你可拉倒吧 她要是姑娘 我现在我就倒立出去 那你就倒立出去吧 真是顾小姐啊 顾小姐不但回来了 还跟三爷亲戚抱抱 举高高了 这下连底姑都说没了吧 哎呀 怎么不早说 心不心我打你这 阿姐 你有没有听话 乖乖上药 嗯 真乖 你要好好养好身体 我们才能来日方长 好 我们 来日方长 啊 来日 你坏 阿宁 三爷 你这 你这得跟我去去心了 我跟你说 女孩 得哄 来日方长 去呀 哦 老爷子 调查过了 昨晚 文艺的出轨新闻 就是顾念小姐 爱派人去拍的 您 是要对顾小姐出手吗 阿雀不让动 你不想要命就尽管动手 走 糟了 忘了小哥 晓忆接电话 晓忆 姑娘 你个小妖精 你还敢来打电话给找小爷 小金 我跟你说 你告诉小爷超级歌曲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你还敢来打电话 都怪我 我得弥补小哥 不行 我要给他写首新歌 小哥 你怎么了 动了你的脑 顾佳有丑人吗 没准基因突变呢 顾小爷 很小哥 很小哥 我错了 那个 我听说某个人 怎么样了 那谁 四叶绝 你说谁 谁 四叶绝 耳朵不好使啊 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民 我告诉你啊 你这话 要是四叶绝听见的话 让你脑子一颤 小哥 你打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是让你冷静 冷静点 我打你 叫你清醒点 死叶绝 不是你能觊觎的 做梦都不行 是他 是他先追的我 不是我 觊觎的他 好 好 你还不信呢 信 当然信 我 你看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这个是我 上个对象 对吧 这是上上个 你有病啊 我跟你说真的呢 那我现在把你背住成啊 玛丽 莲 梦 路 然后你今后就是 玛丽 莲 梦 路 小哥 我想你了 你说吧 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哦 还是 杀人了 没有 我就是单纯的 想你了 说吧 胖几年 歌 请你看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呀 那 我给你写了首歌 你拿去唱 保证爆火 你还会写歌 那可不 我可是著名创作人 樊不祥 你说你是谁 樊不祥 你没听说过吗 哈哈哈哈 你是牛不破 吹牛子不带破 哈哈 不是 怎么我说两句话 你一个都不相信啊 我信我信 然后我唱你的歌 火到宇宙去 然后 都要我说 我妹妹是樊不祥 那我一定是 整个娱乐圈 第一大傻子 哈哈哈哈 小哥 我跟温逸退婚了 你说什么 我跟温逸退婚了 都上新闻热搜了 这事你不知道 嗯 哼 果然你小爷变了 我没有没有 我发誓 真的 真的 呃 那个 真的 退婚了 和他退婚了 哎呦 那还能有假 你看 哇 可以啊你 这不是霸气 小哥我喜欢 你现在住哪儿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一会儿去逛街 对了 小哥你一定要记得 要唱我给你写的歌 放心 我一定好好唱 牛不破大师的星座啊 火到宇宙去 哈哈 上次的合作项目 没了就没了 以后 谁也不着急 啊 那这可怎么办呀 阿爵 突然很想你 真可怜 又是一个送死的女人 听着回应 三爷 我收集 你在叫我做事吗 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找你 不用 你要努力工作 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冒美如花 回来吧 继续开会 啊啊好 三爷 手机都走不上去了 怎么了 我谈恋爱 羡慕的人啊 三爷都谈恋爱了 这比佛祖恋爱还稀奇 你知能为情君子 出解在 哟妹妹 你也来这儿逛街 想跟我妹妹妹的套近乎 这要割古代 像你这种术厨 都要叫我大小姐 也不对 这要在古代 像你这种私生女 进王府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全身上下加起来 估计连两百块都没有吧 二百五给你 拿着 有多远滚多远 离在这儿妨碍我们逛街 真会气 算了吧 果然是个二百五 为了钱 连脸面都不要了 二百五说谁啊 二百五说你啊 好的 二百五小姐 你敢骂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是二百五吗 这二百五啊 烦你 这四三八 送你了 也是 爸爸 别跟我妹妹计较 她刚从乡下回来 又没了妈 你打我 你不想在这儿给我妈磕头就把嘴给我闭上 不过是个有妈生没妈养的野种 你有什么可豪豪的 你把嘴巴放干净你 丑小姐 我陪我妹妹来逛街 她刚从乡下回来 没什么钱 帮我多照顾一下 这位小姐 看看可以 但不要乱摸 这里的衣服最低都是三万起 打一年都工都买不起 你别乱摸 这件衣服好贵好贵的 你要留下什么脏东西 你赔不起 你 离我远一点 我怕被你传染病毒物 你你你什么意思啊你 小心一点 别让姑娘发现 小心一点 别让姑娘发现 姑娘 昨天你害我丢近脸面 今天我要让你尝尝丢脸的滋味 试一下衣服吧 可以 胖胖 你撕坏了 哎呀 你闯祸了 这衣服好贵好贵的 你们都不能走 必须赔钱 要不然我就报警 是你绊倒我的 这衣服是你搞坏的 我能绊得动你吗 是他绊得我 妹妹 我都看到了 是你绊倒的胖胖 那咱看监控吧 看就看 我刚刚可是借位了 监控根本拍不到我的脚 赔钱吧 要是不赔 那就是恶意毁坏商品 这衣服好贵的 得坐几年牢吧 莫莫 菲菲 嘿 多少钱 一百万 看 哎呀 我的珠宝手是还没买 先去逛逛 爸 你给我点钱 怒闯祸了 我给你拿去 姑娘 你给我等着 小姐 你看看 这是我们今年最流行的款 这些 这些 还有这些 都是我们今年最新的新品 她喜欢哪个 我给你拿过来 把你店里所有东西 全都拿出来给我看看 全部 对 您是说 全都拿过来吗 她是我妹妹 她虽然没什么钱 但绝对不会偷东西 那不是当红花蛋 周飞飞吗 既然周小姐开口了 行 走走走 好 全部包起来 全包 妹妹 这里没有一千万 有五百万 你买得起吗 这连黑金卡都不是 只是普通银行卡 你确定能刷出五百万 你确定能刷出五百万 五百万到账 这是全球特制的银行卡 里面有无限恶度的存款 我去打包 我去打包 妹妹 买不起的话就别逞强了 我可以给你买 你那些狗链子我没兴趣 您的东西已经打包了 请问要给您送到哪个地址呢 来 浴水湾 听说那是三叶的住处 难道他也住在浴水湾 哦 我也想去浴水湾 哪怕当个女佣也行啊 真是搞笑 你买不起别装病 我看你们俩脑子也是有病 竟然配合竟然演戏 陆念 等会儿报警气响了 我要让你脸面扫地 你们快抓住他呀 他真的偷了你们店的珠宝 你别搞笑了 一个随身携带 无限度银行卡的人 至于偷 他真偷了一个钻戒 价值两百万呢 这混货 这不等于不打字招心还顾念吗 胖胖 我妹妹不会偷东西的 宝安 停小姐 停小姐 等一下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包 检查什么 检查你们有没有偷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大明星周飞飞 我爸是故事的副度 我的未官夫是温义 偷你东西 大明星 我只是搜一下 你干嘛 没偷东西 那这是什么 我没偷 没想到周大明星 居然有偷东西的癖好 这个戒指可是价值百万 想不到周飞飞也偷东西 想借个陷害 不免你们贱人陷害我们 你们要么选择坐牢 要么选择自掏腰包买单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偷衣 罚食 买 买单 给钱吗 给我爸打个电话 爸 你现在过来 小说里 女主在商场被诬陷偷东西 在洗手间还被女反破了脏水 1993 对于询工 这是 乖 虽然 我 这 专对 是 我 他们 不是 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有病啊 碰我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宝安 宝安 走走走 大明星前面有就算 还有这种癖好 走走走 跟你走 快走 还以为我是当初那个姑娘 今天就让你们开开一点 什么叫恶有恶报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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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看着我 是不是缠我的身子了 我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好看吗 谢谢 谢谢 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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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隽 你这是在玩火 你就不怕我 怕什么 怎么不说了 不可以 你伤害没好 说得对 等你身体早点好 就不用急运动了 奶奶曾说 一个男人 在面对女人的诱惑 能够克制 才是一个 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呢 书中姑娘 无论做什么 部分的事情 四叶绝 从来没有强迫她 四叶绝 这次就换我 好好来爱你 爱小叔发诊 今天是温渣男 去签合同的日子 下午两点 在惠例餐厅 肯定 这回 我一定要让温渣男 付出待劲 私事集团的项目 和做方案 被人偷走了 这导致我们集团 损失了十个亿 顾小姐又去 会礼餐厅了 我以前讲 刚进会礼餐厅 顾小姐后再来 亲爱的 我到惠例餐厅了 我答应你 一定会把十一抢回来的 半个小时后 能够的好消息 好 我相信你 五年都去找瘟疫了 三爷还笑得出来 不会是疯了吧 我相信你 三爷 您不给个请示 大家休息一会 半个小时之后再继续 半个小时之后 跟乐群外貌的合作 就会归方 可是这个合作 已经被温室集团抢走了呀 我说可以就可以 谁敢这样 三爷 您可别忘了 是他导致我们集团 损失十个亿 不满意 你可以从 你可以走 那个小女人要是能抢回这个合作 我加班一个月 三爷被这样的狐媚子迷惑 明年不宣布破产 就烧高香了 时刻关注阿宁的动态 好 如果阿宁没有谈成 用我的名义 逼要逼对方同情 好 喂 老爷子 阿爵吩咐你去帮姑娘了 是 不许去帮 私家不要没用的媳妇 她要是敢出手帮 我就敢动手 老爷子 不错 跟我们的理念一样 来 陆总 我们签这里 来 陆总 别签 她是 酷念 你来个什么 我们已经退婚了 你别再纠缠我了 你别以为你这样 就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好不好 陆总 你好 我是姑娘 我代表私事集团 重新来谈这个合作 对 就是我 姑娘 你赶紧出去吧 你这样 只会让我越来越厌恶你 我不会喜欢你的 不信 陆总 咱没管的 我们继续啊 我还是听听 陆小姐的合作方案 这是我们总裁最新的策划 更有利于 扩宽海外产业的商业版图 而且是这样 不仅可以让两家公司互赢 还能为国家走出更远的一步 陆总 您看 这项目可以签吗 咱也不愧是 生业鬼才 这合同 绝了 签 等一下 陆总 我们已经谈好了 而且我们已经签了一次 如果你现在不签的话 算违约吧 这 这样 只要陆总愿意签我们的这个合同 我愿意再让你百分之一 温总的合同 您最好再仔细看看 小心被炸枪 怎么可能出错 姑娘 别白费心机了 这可是上亿的大项目 还是小心点为好 你 顾小姐说得对 嗯 你检查一下 还有三分钟 陆总 这合同有问题啊 不 任意 你竟敢骗我 这不可能啊 这合同都是你们发过来的 我只是打印 不对 这 这不是 这合同要是签下 你就是诈骗 要把牢底做穿的 姑娘 算起我 本小姐可是顶尖黑客 改策合同 简直是小菜一碟 温总 这话可不敢乱说 我连你温家的门都没进 怎么敢算计呢 你 顾小姐 我们现在可以签约了 还得感谢您的提醒 多谢陆总 半个小时了吧 别说电话了 连个信都没有 你还当真 一句玩笑话 听就算了 一个女人 怎么晚会十个亿 就是 三爷 老爷子半小时间 愤不愿意出手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老爷子说你敢帮忙 他就敢对姑娘小姐出手 三爷 扯把我 现在马上给月群 劳总打电话 告诉他 这个合同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要不然 等着明天月群 被收购的消息 三爷 半小时已经过了 月群已经和门市 签行合同了 您何必呢 是月群 卢总的电话 月群 卢总的电话 该不会是那个小女人 扔闹了卢总 现在来兴师问罪的吧 三爷 要接吗 接 把我的话 一并告诉他 好的 卢总您好 不好意思 我们一个小员工 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就去跟你谈合作 真的很抱歉 没得罪啊 我们谈得很愉快 现在准备 跟贵公司 谈签合同的事 啊 签合同 他没有得罪您吧 就是签合同 我们谈得很愉快 没有得罪 好的好的好的 卢总真签合同 三爷 厉害 这热气差点 连我都信了 不是我 刚刚 是谁说 如果签下来 加班一个月 没人说话 好 全体加班一个月 半小时 完美坦诚 三爷 来给你丢面子吧 阿念 真棒 姑娘 有事啊 你今天就是 特意来捣乱的吗 你今天就是 特意来捣乱的吗 温总 温总应该感谢我 要不是我的话 你这会儿 应该在监狱里 捡肥皂了吧 你 你跟三爷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关系 不是 你说什么 男女朋友关系 就你 还想跟三爷 谈男女朋友 有什么问题吗 姑娘 我承认 你是变漂亮 可是就你 三爷能看得上 三爷可是 私家继承人 商业鬼才 还是你 一个花瓶 娶回家都先占地子 谁啊 你跟着我 我一个给你 十万零花钱 怎么样 十万块钱 好多呀 你认为我堂堂 故事千金 能看得上你吗 说得好听点 你是故事千金 说难听点 你就是 记着离下的 丫头儿 我现在看上你 那是你的荣幸 姑娘 别不时抬举 像你这样的破鞋 在锦城 除了我 没人能看得上 温总 你是不是对 姨子 有特殊的嗜好 退婚前 聊大姨子 退婚后 聊小姨子 姑娘 你别任性 我有钱又有严 追我的人 从这里排到法国 我愿意拿一个月 十万块来玩你 都是你的荣幸 你 我真听不下去了 那边左拐是厕所 撒泡尿罩上 你别不是好歹 我跟你讲 这都是你的福气 恭喜先生 获得本届一等奖 自恋奖 准备一等奖 走你呀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有人 心迟点 我不管 我就要亲亲 我们就看看 你继续 继续 莲莲 今天在 月群 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在你原有的 项目方案上 改动了一点 没想到 陆总很满意 就同意见了 为什么说是替我呀 低调啊 到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这么厉害 我不得忙死 我只想做 你背后的女人 好 那以后 你就是我背后的女人 欧阳 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什么味道 恋爱的酸臭味 你们两个 我是不介意 把你们送去解剖室工作 还是我厉害吧 今天啊 这件事做得很漂亮 阿绝 我能不能 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非常小的请求 你不可以拒绝 好不好嘛 感觉有阴谋 你先说 我看看 我想回家 你说什么 你要离开玉水湾 你要离开玉水湾 没有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阿绝 姑娘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逃好我 就可以离开玉水湾 永远都不可能 这里是你的家 死业绝 怎么这么偏执 按照小说的剧情发展 周辰即将会有大动作 故事集团 会被改名为周氏集团 念念 说好狗富贵物相忘 你回家认个亲 就把我扔村里头吃土了 小说里 张萌萌是姑娘最好的朋友 一直劝姑娘离开温渣男 姑娘不听 还跟张萌萌绝交 后来张萌萌被杀身亡 到死也没找到凶手 萌萌 我爱你 小念念 你不要这么肉麻 太吓人了 对了 你快给我吃这招 怎么才能让一个男人相信 我是真的爱他的 不会离开他 新人说是哪个狗男人 死业绝 不对啊 你未婚夫不是瘟疫吗 你怎么勾搭上死业绝了 念念 你知道四叶觉得美名吗 冷血无情 高冷静欲 大恶魔 闻风丧胆 哎呦 这么坏 也还好吧 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他 念念 你能不能不要白日做梦了 免得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我还得去收尸 阿绝 你怎么在这儿 娘娘 这是哪个狗男人 你等着 我提到来救你 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冷血无情 高冷静欲 令你闻风丧胆的 大魔王 你好 再见 打扰了 还真是他男朋友 这个是你朋友 人还不错 可以叫 阿绝你不要生气嘛 我不 放心 我让你回家 阿绝你太好了 不过 我有个约定 不许触碰我的底线 听到没有 小书里好像没说 四季的底线 哎呀 不管了 先答应再说了 好 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 管好你的女儿 一个乡下丫头 哪来的脸 欺负我们家静静啊 管好你的女儿吧 你看她那一千万 买了一堆什么泡影 还差点被抓走 都是姑娘 这个疯女人陷害我 让我丢脸 要我说啊 就该给那个野丫头 找个人嫁了 先生太太 大小姐回来了 这个家 除了我 谁还敢做大小姐 再乱叫 小心我开了你 周先生 周太太 小声好啊 姑娘 我是你爸 她是你妈 你没大没小啊 爸 这少门的女婿 都另娶了 我也不姓周 你算什么爸爸 妈 我妈在牧原躺着 她也在牧原躺着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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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从小在乡下长大 不懂规矩 那你多跟你姐姐学学 跟她学怎么供应妹夫 跟她学怎么偷点 偷点宝石 嫁祸给我 你 妈 行了 今天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礼 这样的态度才对嘛 以后啊 我会找个好男人 给你嫁了 你 你 妈 苦孽 爸 你管管她 妈 你怎么了 来人 小姐 把这些都给我换成新的 不可以 只是大小姐的房间 这里呢 是顾家 周飞飞她不姓顾 以后在这里 只有我能叫大小姐 这里是大小姐的房间 你想换 就自己搬 你说什么 周飞飞是大小姐 而你 只不过是个香野村姑 你打我 在这里 你连佣人都不如 凭什么打我 怎么回事 管家 他打我 这个村姑打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顾小姐 你想怎么处置他 把他开了 再扣三个月工资 是 走 接 管家 他不能开我 老周 前几天王太太 买了一个 伍克兰的村建 也虽然过时了 买新的 打扰二位了 我要跟你们通知一下 明天呢 我要去 故事集团上班 以我在 故事集团的股份 你勉强想 给我空降一个总裁 不过分吗 不行 念念 你一枚学历 二枚实战经验 空降 底下人不服啊 你看 要不然这样 故事集团旗下的 魅影公司号不做 你先从秘书看起 总公司的总裁 子公司的小秘书 钟先生 你这算盘打得可真香啊 念念 你别这么任性啊 你说 你在那个工作 干出成绩来 就有机会返回总公司啊 嗯 那这样 你把 周飞飞 在魅影公司的 全部股份 转让给我 我就同意去 你要是不同意 那我只好 去总公司 做总裁咯 行吗 我不同意 魅影公司 马上就要破产了 别说准劫 我亏钱就说高兴了 量他也做不出什么成绩了 啊 来来来 想 从这一刻起 我将一步步夺回布什集团 阿爵 今天我成为魅影集团的总经理了 晚上我接你下班 请你吃饭 三爷 你还不回去 今天念你接我下班 你念 阿爵 我马上到 等我哦 不能给阿爵太大的压力 不着急 我们还要开会呢 啊 你真的在开会啊 真的 我怎么看你那边静悄悄的 该不会早就下班了吧 呃 没有 真的在开会 不急 我等你 快去啊 三分钟之内 让公司高层过来开会 啊 快去 啊 刚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来加班 怎么了你啊 到底什么急事啊 大晚上把我们叫回 下班 下了个劲 就是 喂 老婆 我不回来睡了 我们老板又开会 对 三爷 高层椅在会议室等你开会了 呃 念念已经到楼下了 我先下班了 那会议 散会 下班 你说大晚上的 喊我们开会 结果开了个记忆幕 而且 念念 你来了 特住 三爷怎么跟女人在一起啊 我们走 嗯 走吧 你也花了 今晚三爷 叫我们开会 到底是干嘛 三爷的事 少过问 这不是顾念吗 哪来的美女 介绍一下 这位是老家的一个邻居妹妹 以前吧 可丑了 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整得容 王哥 他以前可乱了 经常跟野男人一起鬼混 你不开上一套房子 你帮我搞定他 我就给你用五套 我说 一顾念念 看 你来这儿等人吗 我不等人 难道等狗啊 他骂我 他说我是狗 念 念念 来这儿吃饭的话 可是需要会员的 你有会员吗 没有 没有啊 难怪会被锯在门外呢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强哥 大强集团的总经理 大强集团 大强 小说里 把大强集团一手好牌打得吸巴烂 最后卷款跑路 还害得故事集团亏损几十亿的那个人 啊 你就是大强集团 那个老鼠屎吧 你怎么骂人呢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是什么东西 我他妈本来就不是个东西 啊 不不不不 姑娘 快跟强哥道歉 快道歉 要是把强哥哄好了 我就带你进去吃饭 你怕是 没有来过这么高端的地方 吃饭吧 赶快跟我道歉 跪下道歉 我就带你在这里吃饭 我就把你赶出去 你个小屁 你 他打我 他也打我 你 你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你哪位啊 谁啊谁啊 阿绝 你的小可爱被欺负了 你帮我出去 谁啊哪位啊 知不知道我是谁 三爷 好好告诉这位先生我是谁 再把他赶出去 明白 什么东西 不会说话 谁啊 你们两个还不快滚 你又是什么 什么情况 我们可是这里的高端会员 凭什么让我们滚 凭什么 凭你们得罪的是三爷 知道三爷是谁吗 废话 有眼不是泰山 快滚 强哥 人家好气啊 怎么办 强哥 这还什么强哥 我都为了你得罪了三爷 哦 哼 等待待待待 我们到了 怎么了 就这样啊 我知道了 公主请下车 四叶菊 你就不知道来个告别我呢 怎么这么没有情趣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不要那么情趣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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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真速度 这么快 就把我写的歌唱出来了 你藏在我的身边 不对 这不是我的歌 喂 小哥 你为什么不唱我给你写的歌啊 你说好无条件相信我的呢 怎么把我的歌都换了 诶 诶诶 我唱的就是你给我写的歌啊 我发誓 如果我唱的不是你的歌 我就不会送你小哥 我信你 但是我写的歌 旋律不是这样的 它旋律是这样的 你靠在我的身边 想着它的美 你身上有它的味道 我也不在乎 这不是唐四言最喜欢的新歌吗 难道 好好你等等 不好 小哥被欺负了 顾小言 这件事情你要处理不好 之前给你的资源要撤回 你 念念不会吵起他 我相信他 跟他家说个事吧 以后顾小言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哥了 好 大家回岗位去吧 不好意思啊 一不小心呢 抢了你的位置 诶 要不这样 我呢 介绍几个富婆 补偿补偿你 你 走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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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嗯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好还好 没有把牛不发大师的作品弄掉 不然狗头不饱啊 我知道 该死的唐泽阳 居然敢换年代给我写的歌 唐泽阳 干什么呀 你还是超习者 你找我这谁了 告诉你 你也那些歌我的歌 是不是你拿的 上得开快 我拉低上了 你偷偷拿走了 顾小爷 没想到你为了红真是不择手段 不仅污蔑我还抄袭 我要你公开道歉 不知道 这件事我要个说法 要么顾小爷公开道歉并承认抄袭 要么我离开公司 外面有多少公司想签我 你应该比我了解吧 顾小爷 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要么你承认抄袭泽阳的歌 要么解约 解约 立马解约 但是 我一定会追究以法律责任的 副总 护家千金 姑娘小姐来了 念念 谁干的 念念 就她 抄袭的歌 不过你放心 小哥我一定替你讲回来的 就是你干的呗 喂 阿念 阿隽 你小舅子被人欺负了 我要替他报仇 我 欧阳 那我查一下这怎么回事 给 红明传媒的劳宗打电话 放心 只要你们两个好好听话 我也会捧你们的 我们公司最近要捧一个大人 跟三爷有关系的大人 知道三爷是吗 不知道 他多多角 整个景城 都能地动山摇的私塞 三爷 三爷要亲自给我打电话了 这在整个景城 都是绝无仅有的 有牌面 喂 三爷 听说 你想捧唐泽阳 解雇我小舅子 我看你这个刘总 是不想干了 小舅子 三爷 公司没有你的小舅子 他叫顾小爷 我献你在三分钟之内解决 否则 你别再想干 是是是 老爷子的命令是 一天之内 我们不想想公开 您这 那 爷爷说过 不让我跟小舅子公开吗 嗯 帅哥 要不要单独聊聊 好 原来是我的粉丝 我这该死的妹子 走吧 念念 等我 三分钟 我还以为顾小姐是来帮你 没想到 是来追星的 哥你屁事 喂 刘总 傻逼玩意儿 我不是交代过要捧顾小爷吗 为什么要跟他解约 刘总 我这是在帮你啊 唐泽阳的心哥爆火 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信不信 老子回去就弄死你 现在 立刻 马上 好吃好喝的 控制顾小爷 说什么要把他留下来 否则 就给我滚蛋 顾小爷 顾小爷 要不您重新考虑考虑 我们继续签约 顾小爷 都是我错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好吗 顾小爷 赶紧 协鱼 这破公司多待一天都我去 顾小姐 这屋里没有别人了 天也挺热的 要不我帮顾小姐 淘点衣服 俩乖俩乖 这不错呀 没有监控 说 哪只手打了我小哥 是这只还是这只 要不还是打你脸比较好 这只手还是这只手 自己马上发微博澄清这件事 不然 我让你没法开口唱歌 这是法治社会 你敢 这屋没有监控 也没有人 如果我说 你非礼 我只是正当防卫 你拿我怎么样 我方还不行 快点的 你只有三分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唐作阳 我的新歌挽留 我这 接见了顾小姐 我唱起了顾小姐的 顾小姐的素兵 非常抱歉 对不起 可以了吧 就那么着 顾小姐的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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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她怎么会这样 我打 怎么能是你打的呢 毕竟你是个女孩子嘛 一定是 她不咬心摔的 你这么柔弱 顾小姐 要不你劝劝小爷 还是留下来吧 毕竟 她的名声不太好 没什么大公私要的 红鸣 才是她最好的选择 容人办事 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要不然你 过下来学狗教 我们考虑考虑 你不要太过分了 顾小爷算个球 老子要留她 是看在老板的面子上 她离了鸿鸣 哪都去不了 敢这么说我小哥 这条腿你是不想要了 你 这样的念念 撒 既然你都叫了 那就赶紧把解约合同 签了吧 你不是说我叫了 你就不签吗 我说过吗 你好 我是顾小爷的法律顾问 我去代表顾小爷 与贵公司签订解约合同 还有贵公司唐则阳 抄袭姑娘小姐歌曲一试 小哥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明天我可就接手眉影公司了 要不要过来玩玩 你真是长大了 都可以接手公司了 我呢就不去候你了 我有朋友啊 看了个星辰传媒 叫我去那边 放心 有我的能力 饿死你 再说了 实在不行 回去继承家业嘛 来 我看你了 这你能回去继承家业吗 这你能回去继承家业吗 一条腿 看你长得还不错 要不先陪哥儿几个乐呵乐呵 或许我还能下手机 小说里 周柳静被杀手断卧鸥 小哥为了护我 死于杀手的刀侠 而我也成为惨犯 这一次就由我来保护你 小哥你让开 他们冲我来的 不行 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难道我先是赶紧啃 要不然连你一起走 没听过一句话吗 反反死于话多 做什么 等会儿 笑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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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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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念念这么霸气 嗯 小哥 你没事吧 念念 你没事吧 小哥 真好 什么 少姑娘跑了 一群废物 五念 这次算你走云 朱恩 这是我的小女儿 未来魅影公司将交给她打理 大家没意见吧 王总 你觉得呢 看来魅影公司 在他们眼里确实没救了 既然王总没有话说 那我来说 你公司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我们虽然不会撤资 但是 也不会投入资金了 顾小姐 你决定要接盘吗 魅影公司虽然不大 但也是十几年老品牌 交给顾念管理 万一经营不善倒闭了怎么办 可不是吗 霏霏 你要相信你妹妹的实力啊 她有什么实力 要文凭没文凭 要经验没经验 交给这样的人 公司能好吗 那要是我管好了呢 那要是你管不好呢 那要是我管不好的话 我自愿让出库市集团 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姑娘 你还真是蠢 一个要破产的公司 也抢着接手 你这不是把股份 白白送到我们手上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那要是我管好了 让魅影公司盈利呢 那我就自愿让出 顾市集团的股份 并且我还会召开媒体大会 直播喊你姑奶奶 好 成交 成交 魅影公司 不出一个月就会破产 莫念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你 虽然公司是你的 但你要从总经理开始看 如果一个月内 你让魅影公司的利润 超过现在百分之七十 你就能获得我和菲菲的股份 你公司总裁 听起来不错 百分之七十 小意思 你们可别后悔 这个公司以后呀 跟你俩可就没关系了 有一个计较 我这儿的普公司 换姑娘的股份 稳赢 固兰 在商场上那么聪明的女人 就生出姑娘这么傻的女儿 我后悔 一个公司而已嘛 爸当玩具送给你 好 起来 起来 起来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新商人的总经理 姑娘 姑娘 故事集团的二小姐 就正一下 是大小姐 故事集团 只有我一位千金 是 顾千金 行了行了 散了吧 去工作 什么 什么总经理啊 简直就是一个 人像的小姑娘 就是啊 什么都不懂 投好她就是好命 就是 总经理 你们几个 下午去人事部 办理离职 啊 念念 今晚同学会 不要忘记了 小说里 萌萌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后意外死亡 我一定要拯救萌萌 听说今天丑小鸭也会来 是真的吗 你们消息也太闭塞了 现在啊 丑小鸭已经变成白天鹅了 如今呢 姑娘是华国第一美女 高晴 你跟姑娘见过 你说说 她是不是真的变漂亮了 一般般 不过五官还算秀气 不然我前男友也不会去 说到这儿 我真替秦庆感到不值 因为姑娘 秦庆跟她前男友分手了 他们分手 跟姑娘有关 秦庆前男友可是个富二代 姑娘被这秦庆故意勾引 才导致两人分手 秦庆 你前男友眼睛也太瞎了吧 放着你这种大美女不要 去找姑娘那个公交车丑女 哎呀 你们都别说念念了 是我既不懂得撒娇卖萌 也不懂得情绪的 所以 总之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就是太善良 太好说话了 才会一直被顾念那个 贱人给欺负 被地理造人黄瑶 好 这叫善良 哎 你是姑娘 我是姑娘 姑娘 这也太美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大明星 误入宴会了呢 哼 估计 是跑去棒子过整的吧 这一看 就是人造的 哼 就是她 让读书实习的顾念 承受校园霸凌 害顾念 减掉留了十年的场 秀玉吗 你这 花了不少钱吧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你是飞机场来着 你 哎呀 好了 秀玉 大家都是同学嘛 你刚才说的话也太过分了 快点 给姑娘道个歉 哎呀秀玉 刚才确实是你不对 快跟念念道歉吧 没看到班长都心疼了 对不起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跟我道歉了 那我就大人不计 小人过 哎 念念 公主 哎 念念 我记得大学时 你可是跟班长写过情书的 现在你们男为婚女为嫁的 怎么没坐在一起啊 小说里 姑娘根本就没写这份情书 却被全校通报处分 还差点被退学 班长 你当年拒绝顾念 肠子都毁清了吧 哎呀 别提这事了 你们就别闹我开涮了 哎呀哪有开玩笑 我记得我记得当年顾念还是因为这份情书轰动全校 差点退学 还有 你们是要帮我回忆一下霸凌的事是吗 回忆你能帮我写情书害我被学校处分 回忆你们把口香糖粘在我头发上 害我剪掉留了十年的长发 还是回忆在我桌子里塞死的老鼠 椅子上放五零二浇水 念念以前还小 大家都是跟你闹着玩的 真是小气了 这么多年 玩笑话都记得 难怪 啊 姑娘你疯了 你发什么火吗 我也是在开玩笑 开玩笑 你告诉我开玩笑你 哎哎 哎好了好了 念念这是跟大家开玩笑呢 啊 哼 不去趟洗手间 明明喜欢我 还在跟我玩一群故纵 哎 我听说 顾念成了美公司总经理 一个快倒闭的公司 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笑语 别说了 班长 你是不是喜欢顾念啊 这么维护她 别忘了 刚刚才被退婚 就是一个破鞋 不好意思 来晚了 你们刚刚 说谁是破鞋 你们刚刚 说谁是破鞋 班长 好久不见 呦 这不是萌萌吗 这么久不见 也漂亮了 不过我有关注你的直播 是吗 我没注意 萌萌现在可是大王了 漂亮有多金 身边追求者 应该不少吧 哦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萌萌喜欢徐庆 没想到啊 当天班上那两个潮脚鸭 都逆袭成大美女了 而当年的班花 我先去洗手巾 我先去洗手巾 我跟你一起去 当年他们还不如我 凭什么过得比我好 那你想不想 把他们拉下泥潭 什么 当年你可是班花 怎么能被两只丑小鸭 比下去呢 他们呀 就是太会装了 要是我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本性 还不如你 清清 你这话的意思是 顾念诡计多端 我们还是要从张萌萌下手 只要她出事 顾念是不会躲的 记得做干净一点 喂 帮忙安排三个男的 来环平酒店 313 诶 诶 庭庭 这件事还是你做吧 我不敢 你看着吧 一会儿进去 还不知道顾念怎么对付你 让你难堪 说不定她会当众说出 当年的情书是你写的 喜欢班长的 也是你 好 我坐 班长萌萌 你们俩男才女貌很登对 敬萌萌一杯吧 等等 该死了 她不会发现什么吧 念念 你是想让班长把这杯酒 敬你吗 也对 毕竟你给她写过情书 吃错吗 很正常 少在这阴阳怪气 再说的话 我不介意把你的臭嘴划开 哎 两个人喝没意思 来 咱们一起喝 一起喝 我 哦 好 嗯 嗯 嗯 萌萌念念 刚才说我不对 我向你们道歉 既然你都道歉了 我们大家又是同学 那就一起喝吧 来 干 一会儿又好戏看 班长 念念 楼上 楼上就是房间 我跟班长 先送你们上去休息一下 我也一起 念念 来 来 你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坐 就是这儿 坐 班长 我要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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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啥呀 班长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快去洗洗吧 这儿交给我 好了好了 一杯醉还敢来同学会 难怪在小说里 你连药都用不上 走 喂 宁宁 班长 我喜欢你 念念 你同学会结束了吗 我去接你啊 结束了 我现在有点忙 你一会儿先别上来 有记者 好 幸好 这一次有事的不是你 走走走 是在哪儿 我看看 快找找 来 前面 前面 走走走 快快快 前面看看学生 就前面那个 你们怎么也来了 接到消息 听说这有网红和明媛的不法运动 长毛毛和顾念是吧 对 我也听说了 是这里吧 不许啊 过来本门大盖 不许啊 过来本门大盖 走走走 快进快进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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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走走 快拍快拍 来来来 这儿 别挡着 听说这里有人拒住淫乱 就是他 他给我们下药 还帮我们拉进房间呢 没证据可别乱说 可是污蔑哦 好啊 没想到 庞他一个故造 手段这么卑鄙 念念 你就这么恨我吗 不仅瞧我男朋友 这一次还想回我清白 不仅瞧我男朋友 这一次还想回我清白 原来顾念是小三啊 难怪被温少退婚 这位小姐 请问您可有证据 证明是他想要 警察先生 我跟顾念是同学 我真的不追究了 请问我可以回家了吗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关键时候 狗掉链子 秀玉 人善会是被人欺的 我们把顾念当同学 他就把我们当敌人 还怕我们害这么惨 你可不能退缩呀 这件事影响很大 跟我走一趟吧 好 我去叫一下我朋友 你怕什么 所有政绩都指向他 他跑不掉 可是 没有可是 芒芒 芒芒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 隔壁进行非法活动 需要咱们配合下调查 什么 非法活动 在哪儿 我要看 警察在哪儿 就是他们给我们下药 警察同志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不是我们做的 我有证据 这 警察先生 我真的不追究了 都 都撤了吧 这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 是他 是他让我做的 这视频根本就看不清楚 他怎么就招了 好啊 秀玉 原来是你做的 害我冤枉的姑娘 不是 分别就是你叫我做的 还给我要 我现在是受害者 你要是承认 我就不追负 只会你不承认 我就让你牢底坐穿 我 念念 我没想到 萧玉是这种人 是我心错人了 误会你了 早知道这么行 我就不用打脸了吗 那你想不想要 把他们拉下泥潭 不可能 不可能 好啊 秀玉 你竟然敢录音 警察同志 就是高晴教唆我的 高晴 我早就在你包里 放了录音笔 难怪 虽然这件事 不是你们做的 那还是请你哥们走一块 你协助调查 这一协助 应该就能把高晴和张熙渊 送进监狱 协助调查 非常乐意 老板 带走 把他带走 那一脚 这是巧合吗 什么一脚 我没有明白 没什么 我送你们回家吧 好啊 不用 有人来接我们 念念 萌萌 车里坐着的人 是姑娘的男朋友 看来传闻 姑娘包养软粉男 是真的 是我这该死的魅力 也不为所动吗 哎 哼 帅 阿隽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死 小傻瓜 看来是做了梦 我真的好爱你 不爱别人 让我清醒 阿隽 你这是干什么 嗯 哎 阿隽 你这是干什么 你再乱动 你醒了会后悔的 我怎么会后悔 我以前最后悔的事 都是没有早点用人 现在 好了阿隽 小傻瓜 你知道的 你也看不住你的 那就别客气 今天晚上 我允许你对我放肆 我看着你的悲 你确定不会后悔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我最爱的阿隽 是我未来的老公 阿隽 这次 全是不会让你死 她的味道 阿隽 你醒了 阿隽 我就这么 把四叶绝睡了 你果然后悔了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醒的太子 没有反应过来 你要是后悔了 三姐 你 你跟五小姐 以后 记得叫四太太 是 三爷 天哪 顾小姐好猛 顾小姐 喂 你晚上就让三爷 这颗问言解说 开门 接爷 我还以为 你不打算接爷的电话呢 我知道 您不就想说微博上的事吗 您放心 我只是公开恋情 没有公开顾念 四叶绝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一年之约 我会存首约定的 曹管家 上次十一个亿的项目 你查清楚是怎么回到公司的 都在说是顾小姐谈回来的十个亿的项目 可是我总觉得 你觉得什么 你跟了我几十年了 跟我无比拘谨 有话直说 我总觉得 是三爷在暗中帮忙 他才拿回这十个亿的项目 算是论 就算是有实力 他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给咱们这个项目 姑娘有没有这个能力 就看这次魅影的结果 他不是公开 承诺在一个月内 要让魅影公司 盈利比例多百分之七十吗 就两天了 不急 老爷子 如果顾小姐此次上宫 您是打算让顾小姐 进你们私家大门吗 如果她能这次 把魅影公司 起此回生 足以证明她的势力 有何不可 再走 来 赶紧 来 三二一来 看镜头 来 好看 来 再来一张 OK 知道 很好看 OK OK 你看这光线行吗 这角度对吗 你们能不能打起精神来 赶紧的 郭小姐 工资就这几个人 差不多得了 忍着点 行了行了 休息吧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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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徐庆跟我表白了 什么 小说里 我记得徐庆好像是被几个富婆包养的小白脸 不行 我不能让萌萌被渣男伤害 你答应了没有 我 我还在考虑呢 别傻 他配不上你 喂 念念 有时间吗 说我想请你吃个饭 顺便聊一下合作的事吗 我考虑一下 行 那说我见 我还没答应你呢 好好 拜拜啊 小姑娘 给我调查一个人 徐庆 说吧 你想怎么谈合作 念念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叫你出来 就是为了谈工作吧 什么意思啊 念念 这么久没见 你好像变职了呀 我怎么 撩不动了 班长 你的意思是 念念 怎么还脸红了呀 好可爱呀 真想咬一口 我要不是为了萌萌 我真要吐出来 在干嘛 教我闺蜜石渣男 你在跟男朋友聊天啊 没有没有 人家 还没有正式男朋友呢 我 那你看 我还有机会吗 嗯 念念 我 我可以追你吗 其实呢 从决生时期来 我喜欢的就一直都是你 班长 你这样 人家多不合意思啊 好吧 看来是我诱人自扰 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去表来 也活该 被你拒绝 徐庆 嗯 萌萌 你怎么在这儿 萌萌 宝贝你怎么来了 像这种表白短信 你应该发过不少人吧 海王 这朋友 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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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啊 都是他 都是他这个贱人勾引我的 你听我解释啊 我 我什么都没干呀萌萌 你一个大男人说怕茶言茶语的 恶不恶心 你 你敢跟我玩阴淡 姑娘 你对我是有什么误会吧 啊 就算是我不喜欢你 没必要挑拨我跟萌萌萌 抱歉 我对你这种渣男 没有好脸色 徐庆 徐庆 你竟然敢背着我玩女人 这样的货色 你也看得上 宝贝 你听我解释啊 忙工作呢 忙工作呢 他们两个是谁 都是我大学同学 这位 为你的顾总 这位 为你的代言人 你那个美容院 不是要护肤品吗 我在给你忙工作呢 忙工作 工作约在情侣餐厅 又是送花又是表白的 你也不怕图 阿姨误会 图阿姨啊 您误会了 您看着 也有四十多了吧 您什么风浪没见过 他说的话 您就信啊 阿姨 阿姨 我有那么老吗 我看着有那么老吗 没有 宝贝 哪有四十 才十四 十四 十四 我不管 徐庆 你给我说清楚 否则 你的卡和公司 我全部收回 宝贝 你听我解释吗 你也知道 我那该死的魅力 都是她 都是张萌萌 她喜欢我 她勾引我的 但是你放心 我已经拒绝过她了 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一直纠缠我 不要脸 谁不要脸 你还要相信她说的话吗 张萌萌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叫你出来 就是为了打工作吧 姑娘 你竟然敢录音 你就算是为了得到我 也不能如此不择手段吧 撒泡尿照照镜子吧 你什么玩意儿啊 值得我们家念念喜欢 张萌萌 你疯了 你还要继续包养 这样的男人吗 刚才被砸 他先保护了我 说明他还是爱我的 录录 当然 我们是交往关系 话不要讲得那么难听 还有 他是我的男人 还乱不到你们 平头论足 我也不想管 但是 我绝对不允许 这种渣男来 招惹我的姐妹 你想在垃圾堆里 捡屎吃 随你 你们可以进来了 贵琳 你还有什么花招 翠翠 走 我们走 走 我不走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小小的魅影总经理 能有什么本事 宝贝 阿妮 老公 宝贝 阿妮 老公 念念 她们是谁 她的金属 这女人都谁 她们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鬼 第一次发现 喜欢一个人能这么恶心 宝贝 还敢管老娘要卡 裤衩都没有 渣男 渣男 你们 亲爱的 宝贝 你以后 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以后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好吧 那走吧 周总 这是魅影公司的财务报告和股票 您看一下 门影竟然卖得这么好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顾小姐可能会盈利百分之七十 你先下去吧 是 问怎么下去 绝对不能让她成功 不错 顾念这丫头 做得真不错 短短一个月 就有这样的小手额 肯定是三爷在暗中帮忙 不会 这段时间我看得紧 阿爵确实没有帮忙 老爷子 您这是要承认 他和三爷的关系 如此的商业头脑 有何不可呀 那卓雅小姐怎么办呢 不过是 一些老人强义撮合 阿爵若是不同意 我还能逼婚不成 老爷子 那个你是 到底谁是主 谁是仆啊 听说这次又有新品了 是啊 等会儿干嘛 我听传不少东西呢 是 顾念来了 那就是顾念 好就她呀 挺漂亮的嘛 卖氧公司 最近销售不错呀 那离我们的赌约 好像还差一点 还有一个小时呢 不着急 今天呢 我将现场直播带货 大家好 今天魅影产品 直播有打折 欢迎大家来购买哦 顾走 张萌萌今天为什么没有出现 我听说 她用了魅影的产品 脸上过敏 毁容了 请问 情况属实吗 就是啊 这种 不可能 不可能 魅影产品绝对安全 她通过了 最高检验中心的检验 我自己也用 可是 她脸上毁容 情况属实 我这里还有她毁容的照片 这脸怎么这样了 是什么呀 谁说 我毁容了 没事 你的脸也没事啊 既然没烂 我的脸 为什么要烂 大家好 我今天可是素颜哦 素颜 怎么可能是素颜 是我们的 这不过 这不过 我相信啊 是 怎么可能啊 张小姐 听说你最近 在给魅影公司做代言 这是三百万 只要你愿意 明天在发布会上 说出用她的产品烂脸 这张卡 就是你的呢 周小姐 魅影公司 可是故事集团旗下的 你为了赢过顾念 不惜毁了魅影 不过是一个 快破产的公司 没什么可惜的 倒是张小姐 可要想清楚 魅影给你的代言费 不过是一百万 这里 有三百万 那这样吧 张小姐 我们故事集团 正好缺一个代言人 我爸是傅董 只要我跟他说一声 随时都可以成为 我们故事的代言人 张小姐 是聪明人 该怎么选择 自己看 好 我答应你 该死 张萌萌你这个贱人 谁敢耍我 天呐 张萌萌的皮肤 好像剥了壳的 鸡蛋太Q弹了 就算冲着素颜状态 我买十盒 才一分钟 后台已经卖出去 一百万盒了 一百万盒 不 绝对不能让姑娘赢 姑娘 你当初为了 那个小白脸 和温家退婚 今天怎么不把 你那小白脸 带过来 各位 顾念她就是一个 银娃荡妇 而且脚踏两条船 这种人的产品 你们敢用吗 顾总 你还有什么 要解释的吗 各位 借此发布会 有件事情 我要澄清一下 我跟顾念 退婚的真正原因 是她劈腿 劈腿 你说她 就是这个事 我劈腿 她的不出来 是她 劈腿 就叫她 姑娘 只要你肯承认错误 我可以原谅你 你呀 还是我的未婚妻 你们一个个说 我劈腿 脚踏几条船 证据呢 我亲眼看见 两个男人送她回家 而且举止亲密 这个 你怎么解释 当然是由两个当事人 自己来解释 这个男人是谁 他身后是 欧阳特助 没错 就是三爷身边的特助 他怎么会来发布会 难道是三爷想收购魅影 照片上的男人是我 我是顾小姐司机 欧阳特助 给姑娘做司机 这姑娘到底有什么能力 居然能让三爷的特助 给她做司机 那她呢 她是什么人 我是她的男朋友 未来的老公 思夜绝 阿隽 你却有我 放心吧 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是四爷绝 对啊 姑娘可是被退婚的破邪 三爷怎么可能会看上她 冒充三爷 你怕是在整个华国 都没有容身之所 三爷很少在媒体面前出现 你们不知道很正常 但你们别忘了 我可是三爷特助 我还能有假 再说了 整个华国 还有谁敢冒充三爷 能让欧阳特助 如此毕恭毕敬的 除了司老爷子 那就是三爷 真是三爷 司总 他就是个残话败流 敢说顾念的不是 就是跟 你做对 就是跟整个私事集团 做对 阿念 你继续 一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销售成绩 十亿 零两千万 什么 十亿零两千万 一个小时前明明才八个亿 这个 一定是你数据做的假 怎么 你也质疑这个数据 没有 没有 这分数据是真的 你赢了 很好 既然这样的话 合同签了吧 对了周董 麻烦你帮我把总裁办公室 清理一下 我不希望明天工作的时候 看到垃圾 爸 好了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走吧 走 年年 太牛了 你们不过是个小公司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 不过故事集团 你就没资格 你打我 你打我 周董 你 别让我再看懂 滚 我自己会走 你给我等着 年年 那我也走了 我们现在这样 算公开关系了吧 你这么优秀啊 爷爷 肯定会喜欢你 今天晚上 自家家宴 我带你 去咱家要 改口费 爷爷喜欢什么啊 第一次登门拜访 应该备点礼物 爷爷 最近 喜欢长远大师的国画 尤其是研究过 叶鸣鬼谷子 但是 他好像不对外售卖 我有 长远大师的 叶鸣鬼谷子 你有 哪来的 我画 你 我爷爷 最近对国画 很有研究 你准备自己画 哄他开心 放心 保证爷爷满意 好 温爷 我们就这样被欺负吗 行了 那你让我跟三爷 作对是吗 先顾好你自己吧 如果故事集团丢了 三爷这仇白结了 我绝对不能拱手相让的 行 我爸给我安排了海外业务 我要出趟国 剩下的 你自己解决吧 老爷子 主要小姐刚刚来电话 说他回国了 要前来登门看望你 你看要改天吗 那就让主要一起来吧 人多热闹一下 老爷子 恭喜恭喜啊 祝您福祉东海 寿比难善 请自作吧 恭喜恭喜啊 四老爷子 听说三爷谈恋爱了 业绩的眼光向来不错 看喜欢女孩 肯定很优秀 恭喜恭喜啊 老爷子 我把小姐和卓夫人来了 四爷爷 坐 四爷爷一年没见 越来越年轻了 是啊 一年不见 小雅越来越漂亮了 四爷爷这话说的 好像我以前就不漂亮 小雅 你就不要再闹了 赶紧把夜明鬼谷子的话 给爷爷 什么 小雅 我没听错吧 真是夜明鬼谷子啊 小雅可真有信呀 知道老爷子喜欢 朝远大师的国画 可不有心嘛 小雅可是被当作 少夫人来培养的呢 快 快把画拿来活看看 四爷爷 等三哥来了 咱们一起看国画 老爷子 三爷回来了 三哥 他是叫你三哥 他是叫你三哥 傻女人 不用怕 我会帮你的 三哥 三哥 回家吧 三哥 小说里 顾念以为 瘟疫是他要找的三哥 才一直死心塌地对他好 直到他死的那一刻 才知道四夜绝 才是他要找的三哥 你 吃醋了 三哥 他是 咱们不熟 叫三爷 走 爷爷 三哥 你不跟我介绍一下吗 你跟我什么关系 别一直用正牌女友的口吻 跟我说话 我的正牌女友 在这儿 没想到 阿绝这剑表能力这么顶 我只是想 爷绝 来者是客 说话注意点 爷 这位 是我的女朋友 未来的私太太 叶军 爷爷 您不会是忘了吧 您说过 只要阿念赢了 就可以改口 爷爷您不要反悔吧 没有 虽然 我准许你恋爱 但准许结婚 还是另外一回事 谢谢爷爷 我一定会让您同意我的 顾小姐 是第一次上门吧 这不会是空着手的吧 我们家小雅 可是带了老爷子最爱的 叶冥鬼谷子的国画 不知道顾小姐 带的是什么礼物呀 叶冥鬼谷子 顾小姐 怕是连叶冥鬼谷子 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可是著名的国画大师 长远大师的画 哦 长远大师的画 一幅最低要千万 这部叶冥鬼谷子 更是被拍出了 三亿的价格 只可惜 长远大师不对外售卖 不对外售卖 卓小姐的国画 是怎么来的 我在国外 有幸见过长远大师几面 他说与我有缘 别赠予我这幅画 还说要收我为徒呢 我说过这话吗 小雅 还不赶紧把画 拿给老爷子看看 真是不巧 我送的礼物 也是叶冥鬼谷子 什么 你送的 也是叶冥鬼谷子 长远大师 只花了一幅 叶冥鬼谷子吧 那现在出现 两幅叶冥鬼谷子 这怎么回事 那还用问吗 这其中 肯定有一幅是宴品啊 姑娘那幅肯定是假的 对对对 卓小姐从小画画就好 又在国外 肯定见过 陈远大师本人 能买的叶冥鬼谷子 不惜钱 我相信阿念那幅 才是真的 这是真是假 大家拿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顾小姐 你敢吗 会有什么不敢的 不愧是超远大师的画 画得如此锋利 四爷爷 你喜欢吗 老爷子 依我看呀 姑娘手里那幅肯定是假的 就不用打开看了 直接丢垃圾桶就好 既然这幅是真的 那另外一幅肯定是假的 还是不要打开了 免得伤了顾小姐自尊心 顾小姐 你要是喜欢国画 下次啊 我带你去 长远大师的画展 那里可都是真品 把垃圾当成宝贝 我看各位 该熄熄眼了 你的画可不能随便讲 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头 从地摊上花二十块钱买的假货 就想要嫁入豪门 搞笑死 吵什么 一幅画而已 这两幅画不一样啊 颜色都不一样 差这么多 这明显比那个多画 这幅画你 这么假的一幅画 你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 你是当我们都是傻子 妈 顾小姐也是一片真心嘛 她也是受害者 顾念这幅画是真的 顾念送的画才是真的 老爷子 真的 我知道你是刚同意顾念和叶绝的事 要给他们留点脸面 但是也不能这样啊 我们家小雅 也是要脸面的 是啊 姑娘这幅画明显就是假的 颜色暗淡不说 这宣纸也太劣质了吧 叶宁鬼谷子 画色本来就是暗淡的 能够在如此劣质的宣纸上 画出这么细腻的画 更是难得 长远大师只用一种宣纸 跟我收藏另外一幅真品的宣纸一样 而且这里也有长远大师的落款 顾念送的话才是真的 卓夫人刚才说 垃圾就应该扔进垃圾桶里 怎么还不扔去啊 怎么回事 不 不可能 这可是我花了三亿买的 念念 以后再去底摊买货 一定要带上我 我看东西的眼光更蠢 好的爷爷 姑娘敢跟我抢男人 你给我等着 老爷 饭已经准备好了 好了 那就大家吃饭吧 爷爷 长远大师听说这里有两幅 一模一样的燕鸣鬼谷子 很是生气 说他一会儿就来 长远大师到 谁敢冒充我的话 四爷爷 长远大师来了 您就是长远大师 四老爷 听说你们鉴定了我的 燕鸣鬼谷子是假的 长远大师 卓雅这幅画是你的作品吗 当然 是我亲笔所画 有什么问题吗 长远大师 你是画了两幅 不同风格的燕鸣鬼谷子吗 嗯 仅此一复 四老爷不会是 把假的也当成真的了吧 我还真没见过上杆子来打脸的 实话告诉你吧 我才是真正的长远大师 阿妮 你是长远大师 你不信我吗 当然相信你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口气还挺大 哎呀 竟然当着正主的面 冒充长远大师 真是搞笑 你也不怕啪啪打脸啊 长远大师 顾小姐 这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别跟她计较 哟 你别跟她计较 卓小姐 你真是查到我了 顾小姐是吧 好 那 看在卓小姐的面 这样 顾小姐 你现在给我道歉 我可以大人有大量原谅你 否则 你是假的 我一定会追责到底 顾小姐 就一个道歉 没必要把自己下半辈子 搭进去啊 我倒想要看看 谁敢动阿念 艺术界太斗 张平叔到 张平叔 艺术界太斗 他怎么来了 您好 我是长远大师 你是长远大师 竟然会被这种人冒充 师父 您可算来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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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再不来 有些人 就要欺负到您徒儿身上来 他是你的徒弟啊 张大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得好好管教下你的徒弟 你知道 就在刚才 这是他师父 他的大庭广众之下 竟然冒充我的名讳 那么 你我的关系是 我和你 能有什么关系 张大师 也是我的粉丝 我希望啊 你以后冒充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功课 老爷子 拿的珠子 都是假的 你 连张叔和长远大师 师父关系都不知道 你还站在这儿装 真不要脸 长远大师和张叔 一向很低调 不知道 也很正常 那这么说 姑娘真的是长远大师了 你到底是不是长远大师啊 你到底是不是长远大师啊 我当然是了 你们见过 有哪个冒充着 能够这么招摇过失的 姑娘 今天我一定不会让你 风光地走出这里 既然你这么肯定 你就是长远大师 那 把你注册长远的笔名 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什么 这个还要注册 这是我八岁那年 注册的长远笔名 意味着我跟三哥长长远远 你你真的是 八岁就成为世界著名画师 果然这个世界 时刻提醒我 就是个废物 怎么 你还是不肯承认 你是假的 好 你可以不承认 我也可以报警 别别别 我承认 我承认 好吧 我承认 我是假冒的 您打人不计巧人过 你放过我吧 怎么办呢 你就是长远大师 你可别说了 就是他所买的我 让我假冒长远大师 我其实是个流浪汉 平时就喜欢长远大师的画 所以自己就临摹 他让我模仿长远大师画的 刘长远 闭嘴 你再敢胡说 我用你的命 他就是个骗子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啊 对 你们千万不能 被他给骗了呀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这个贱人 是你找人 来诬陷小雅 你们大家可千万不要 上当受骗 你再敢胡说八道 我让你出不了私家 我有证据 我这儿有证据 我这儿有 卓小姐 跟我说的 所有的聊天记录 还有转账记录 卓小姐 他跟我说 这儿没有人 认识长远大师的 让我来玩啊 不 是我鬼迷心窍 够了 卓夫人 卓小姐 你们两个人 让我太失望了 来人 把他们两个 请出业会 四爷爷 我不是这样的 我跟三哥 还有婚约在世 你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那些封建习俗 不作数 我现在宣布 从今天起 顾念才是我们 四家认定的 四太太 把他们两个 请出业 四爷爷 老爷子 怎么能修改婚约呢 老爷子 老爷子 你不要啊 诸位 请随我前去就餐 我们去吃饭吧 安念 我说过 你这么优秀 爷爷一定会同意的 四爷爷 你应该不会因为 我是长远大师 才同意的吧 哪里话呀 不管你是不是 长远大师 都是我们四家 认定的媳妇 这小子要是不娶你 我打断他的三条腿 爷爷 我可是您亲孙子 您不是最疼我吗 以前是 以后可能不是 毕竟 现在有个亲孙媳妇 爷爷 你好小姐 非工作人员 禁止出入 请您出事工作牌 什么手出的规矩 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前一天刚出的 我是故事集团大小姐 也是股东之一 还有什么证件吗 我就是打工的 您别为难我 行 我给周冬打电话 不为难你 谁啊 姑娘 谁 喂 郭小姐 刘秘书 我在楼下 你让保安放我进去 郭小姐 不好意思 没有周副董事长的同意 非工作人员 不能入内 周董在不在 周副董出差了 您的工作交接 需要等周副组长回来 才能办理 要不你 先过几天吧 周小姐 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 回应郭小姐 不过 他有些怪怪的 有什么怪的 那是没办法 真当这是他自己家 想干嘛就干了 这里 早晚得姓周 我说 顾小姐 这件事情 真不是我能做主的 你确定 公司没人做主是吧 那我报警了 顾小姐 你真太有意思了 这件小事 用得着报警吗 不知道 公司重要机密文件被偷了 算不算大事 你千万别 你等我一会儿 你找到我现在下去 顾小姐 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是周副董和周小姐 不让你进公司 赶紧过来 快给顾小姐道歉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群蠢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刘秘书 这个规定 是因为文件被盗 可不是针对某些人 就是你和周副董 要把公司集团改姓周的 闭嘴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打赖的嘴 你竟敢打人 住手 干什么呢 周副董 你做的火箭啊 这么快就出差回来了 姑娘 你到底要怎么样了 我是你爸 不是你仇人 你非要把我 往绝路上逼吗 我什么也没做 就在这儿喝咖啡 娘娘 非非不懂事 才那么为难你 你看 这个认真书 你就签个名吧 年年 刚刚那个邮件 都是你发的 你怎么会有 公司财务数据呢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对对对 还有那些供应商的 解约的事情 是不是你让四三爷做的 你这不是心里有答案吗 问我干嘛 三爷对你是真好啊 那是自然 我的男人对我不好 对谁好啊 阿隽 庆祝今晚读回故事 今晚我带你买衣服 阿隽 你不用太着急 我在一楼等你啊 文哥 你猜我是谁 猜猜我是谁 村里的狗蛋 你好好说 村花小微 你这样我可不理你了 哎呀 人间小可爱 念念 文哥 你怎么看这衣服啊 嗯 哎呀 买不起就别碰 别弄脏了衣服 嘿 你不卖女装 卖上男装了 衣服多少钱 二十万 买这些一样 都给我来一件 我都买了 顾小姐 顾小姐真厉害啊 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 那个小姐 我不是 我就喜欢新欢 怎么了 你管得着吗 念念 真是不要脸 男人一个接一个 用帅哥左拥右抱 我要脸干嘛呢 你信不信我告诉三哥 让他甩了你 你试试啊 姑娘 我就不信 阿橘 你看啊 有人让你甩了你女朋友 你会甩了我吗 当着我的面 反着别的男人 还问我这话 那个 其实我跟念念是 三哥 你还不知道吧 这位啊 是顾小姐的新欢 我刚刚劝他 不要脚踩两只穿 他说 他就喜欢帅哥 左拥右抱的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亲爱的 我带文哥 是来买衣服 没带卡 你的卡 给我刷一下呗 顾小姐 你能不能有点羞耻感 拿着三哥的钱 去给小白脸买衣服 那请问爱妃 今晚能不能翻我的牌子 三哥 顾小姐 您的卡 一共二百三十万 多少 心疼了 没有 这有钱人真的热情 顾小姐那么傻 活得跟个女王似的 真是可笑 你拿着三哥的钱 挽扬小白脸 顾年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怎么 羡慕你 我 温哥 我想死你了 你怎么也不联系 我也不找我 费力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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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阿念是我的女 刚才我只是碰巧 配合她演戏 你要想跟我巧 我是不会客气的 念念 你快解释一下 再不解释 我恐怕见不到 明天的太阳了 我呢 就不打扰你们的儿时见了 文哥 刚才那个文哥 跟戏狗一样 一看就不喜欢女生 你到底要干嘛 你吃醋了 那是我学姐 学姐 居然吃女人的醋吃了那么久 女的 学姐也不行 消消气 别生气了 你还笑 你们两个 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就今天吧 也好 阿念 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跟我领了证 就代表 你以后 是我自己也觉得妻子了 后悔了 顾念 你刚刚才决定的 现在就反悔 我后悔 没有早点嫁给你 这还是以前想逃离我的阿念吗 真的 你想要嫁给我 哎呀 磨磨叽叽的 赶紧去领证 现在没领证 别回来了 去 快去领证吧 走 去 思太太 这下 你可跑不掉了 思先生 我们这会儿 已经是领证者了 嗯 为什么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月月 我这是穿越回来了 完了 我的阿绝呢 阿绝 哎呀 涅涅 都几点了 你还睡呀 今天可是你入职 私事集团的日子 快 啊 都八点半了 要迟到了 哎 这不是张萌萌吗 你好 是顾小姐吧 我是丽娜 去跟新同事认识一下吧 嗯 这不是周飞飞吗 里面请 嗯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 顾念念 很高兴和大家成为同事 顾念念 顾念念 以后这就是你的宫位了 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嗯 我说空气质量怎么突然变差了 原来是某些土包子 浑身散发着穷酸气 哎 新来的 去给我倒杯咖啡 你是少胳膊还是少腿啊 我是来打工的 不是来做用人的 要和自己道具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可是这儿的副总监 信不信我开除你 要是二爵在就好了 他肯定替我出气的 我看谁敢开除你 哇 那不是四氏集团总裁四叶爵吗 天哪 太帅了 教书里的报道总裁 召集现实了 是啊 四总 哎 阿隽 我说过 这辈子 你是跑不掉的 慢慢的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 慢慢的喜欢渐渐淡淡淡的浪漫 那些心跳回忆 共同被心情里 慢慢慢慢拉近距离 慢慢的发现我们相同的频率 慢慢的迷法抗拒并此吸引力 只想 抛开本能拥抱你 不付一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Tal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